路人甲一进咖啡馆 店员就为他递上一杯中备咖啡 可他却要了一杯卡布奇梦 店员脸色瞬间就变了 其他顾客也全都疑惑地看着他 警察甚至掏出了手枪 路人甲只好拾去地换回了中备咖啡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气氛也瞬间和谐起来 喝完咖啡 路人甲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是一个银行出难员 工作的地方每天都会固定遭遇抢劫 大家也都习以为常 配合地趴下等劫匪抢完走人 路人甲也一样 但今天他看到了一个美女 对方只是一个背影就让他一见倾心 于是路人甲不打算跟着装傻了 他要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朋友保安医马上劝他 人家是戴墨镜的 和他们不一样 这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 路人甲不死心 不就是没墨镜吗 借一个不就有了 他站起来和劫匪打了个招呼 打算和人家借个墨镜 劫匪人都傻了 这什么情况 但路人甲已经开始动手动脚 争执之际 路人甲不小心扣动了扳机 劫匪死了 这下大家都猛了 看着已经到手的墨镜 再想想已经走远的美女 路人甲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自欺欺人地把枪给劫匪放回去 就出门去追美女 见面之前得先把墨镜戴上 可谁之一戴上墨镜 整个世界都变了 任务面板属性面板满天飞 把路人甲下一击灵 重新戴上墨镜 他才发现这竟然不是梦 路人甲定了定神 发现了旁边的医疗包 他问旁边的大哥能不能看见 大哥以为这人有病 直接走人了 还静止穿过了医疗包 路人甲这才明白 只有戴着墨镜才能看到 他试着碰了一下 身上的伤力码就全好了 那叫一个神清气爽 一转身 又看见一个尸体上飘着钱币 这能不解吗 路人甲赶紧上手 回头跟取款机上一查 果然三位数变四位数了 这下可算买得起 心爱的运动鞋了 路人甲那叫一个高兴 但还没来得及 适应这个新世界 他就突然被人叫住 回头一看 居然是一个警察 和一只巨大的粉红兔 兔子还口出狂言 让他把皮肤扒了 路人甲心想这玩意儿在说什么 怎么还得扒皮 眼看对方都要开枪了 他赶紧跑路 一通火花带闪电之后 哥们发现了新道具 他纵身一跃 竟然直接上了六楼 经过几次不太熟练的尝试之后 路人甲再次一飞冲天 把自己送上了更高的楼槽 同时也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掉下去的那一刻 他以为一切都完了 但主角骂 坠牙坠楼有不死定律的 透明罩子突然出现 路人甲安全落地 他激动地在路中间大喊 自己不会死 然后就被兔子和警察 开的车撞死了 但是没关系 新的一天 路人甲又一次从床上起来 和小金鱼打招呼 但今天他打算穿件 不一样的衣服 晚上 他终于发现了美女的踪迹 赶紧上去打招呼 结果破坏了人家的计划 美女只好带他 逃入自己的秘密空间 知道美女有个任务要做之后 路人甲就想去帮他 但是人家现在195级 他现在就一级 这怎么双排 美女告诉他 要想升级只能去抢去打人 到了100级再来找他 可路人甲是个老实人 根本接受不了这些手段 他灵机一动 打算去抢劫匪的钱 这样又能升级又算做好事 简直完美 可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他一个一级的小菜鸟 能打得过谁 瞬间就被击杀了 好在每天早上固定复活 他还有很多次机会 一遍又一遍地被炸之后 他逐渐强大了起来 因为一直做好人好事 路人甲的事迹被传到了网上 蓝衣小哥的名号成了全名偶像 就这样 短短一个月 他就成功到了102级 路人甲再次来到上班的银行 想给他的朋友也戴上墨镜 一起体验这非一般的感觉 但保安仪只觉得他疯了 正说着话 又一波劫匪来了 保安仪熟练地趴好 路人甲却给他演了一首 直接拿过劫匪的墨镜 就要给朋友戴上 可是保安仪还是拒绝了 这一天美女又被围攻 路人甲突破包围圈英雄救美 还带美女去看了他船的秘密基地 他在这里告诉美女 自己一直感觉身体里有什么被困住 直到遇到他 才觉得重获新生 但美女却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 先是质疑他的工作单位 又说他是什么黑客 还问他皮肤哪来的 路人甲不解极了 好在美女没有深究 两人一起去散步 一起吃冰麒麟 路人甲觉得自己恋爱了 他情不自禁地吻上了美女的唇 这让屏幕前的米粒惊呆了 没错这个世界其实是一款游戏 而米粒就是控制美女的玩家 他是一名游戏设计师 因为怀疑黑心老板 偷了他的人工智能系统 做成了这个游戏 他潜伏到游戏里寻找证据 而米粒的好机友键盘 入职了这个游戏公司 做他的内影 但现在的情况超出他的想象了 要是没记错 这个游戏没有接吻的程序啊 这时键盘感到 告诉他有了新发现 他们的人工智能系统 在这个游戏里成功了 而证据就是蓝衣小哥 也就是路人甲 他并不是玩家 而是一个NPC 是的 因为他是一个NPC 所以每天只能点一样的咖啡 工作的银行每天都在被抢 即使死了也能在早上重生 之前来找他的警察和兔子 就是游戏公司的人 其中还包括键盘 他们以为路人甲是一个玩家 他用不当手段套上了NPC的皮肤 搅乱了游戏生态 才要扒他的皮 自从蓝衣小哥走红 键盘就一直在查他的信息 但玩家资料里怎么也找不到 直到今天 他才在NPC数据库里 找到了路人甲的资料 而且一个NPC程序比玩家都复杂 刚谈恋爱就发现男友是NPC 米粒整个人都傻了 但是没时间纠结了 键盘还带来了另一个消息 黑心老板为了圈钱 打算在两天后把游戏更新迭代 到时一个现在的角色也不会留 所以他们必须在这48小时内 找到游戏原始场景 路人甲或许能帮到他们 米粒再次登陆游戏 将路人甲带到玩家中心 告诉他这个世界其实只是个游戏 而他是个NPC 得知自己只是NPC 路人甲第一反应就是不幸 紧接着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他跑到海边散心 却意外触摸到了世界的边境 这下不得不幸了 他又去找保安一分享这个悲伤的消息 没想到保安一不以为意 他说即使世界是假的 自己也是假的 但现在他对路人甲的关心是真的 感情是真的 这不就行了吗 路人甲啼呼惯底 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他打算帮米粒找到证据 事情比他想的还容易 看守小哥竟然是他的粉丝 一点抵抗都没有就直接把东西给他了 虽然很疑惑 但结果是好的吗 路人甲很快找到米粒 把东西交给他 就在这个时候 游戏停服更新了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禁止的 只有路人甲还能动 到了再次开服的时候 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又变回了那个傻白田银行出门 米粒来找他 他也认不出来 米粒都要绝望了 好在键盘告诉他 路人甲的代码就是键盘写的 他在里面植入了一个单相思系统 路人甲会有一个梦中情人 而这个梦中情人是以米粒为模板设计的 所以不管多少次 他都会爱上米粒 现在他的情况也算不上失忆 只是记忆被封存了而已 米粒一定可以解开的 知道了这些信息 米粒重整旗鼓 上游戏直接抢稳了路人甲 果然 无数彩色光线瞬间涌入路人甲的脑袋 他想起来了 路人甲带米粒回了自己的公寓 在百叶窗上 他们找到了原始场景的影子 键盘很快确定了场景的位置 就在大海之上 但是游戏引擎不允许穿过海 路人甲有了新想法 他召集了所有NPC朋友 号召他们罢工 去建造理想中的新世界 没有抢劫和杀戮的 自由的新世界 NPC们纷纷响应 于是其他玩家再次登上游戏的时候 就发现这里变成了一座空城 这还玩什么 大家这时也知道了蓝衣小哥其实是一个AI 纷纷表示一定要留下这个角色 否则就抵制这个公司的游戏 黑心老板怒火中烧 认为路人甲阻碍了他挣大钱 就要把他和米粒都踢出去 但因为NPC罢工 他们失去了所有力量 黑心老板当即决定放出大块头 让他去对付路人甲 这个角色是蓝衣小哥走红时 游戏公司以他为蓝本制造的 但是看这一身剑子肉就知道 他要更加强大 这时整个世界的玩家 包括米粒都被强制下线了 路人甲只能靠自己 刚开始他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关键时刻 他捡到了玩家留下的墨镜 成功召唤出了美队的盾牌 挡住了大块头的拳头 除此之外还有绿巨人的手臂 大块头被一拳打得飞出十多米 但最终还是大块头厉害 并是把路人甲按低上了 没办法了 路人甲把墨镜带到了大块头脸上 大块头看见了新世界 瞬间就变得像是被南宫问雅摸过 危机解除 黑心老板见此使出了最后一招 砸服务器 他一定要把路人甲给毁了 城市瞬间开始消亡 最后一刻 路人甲成功突破海边屏障 进入了原始游戏场景 他们成功了 黑心老板成为众矢之地 游戏里的NPC成功建立了和平新国度 米粒再次登陆游戏时 路人甲对他说 自己知道他们是彼此的理想型 他深深地爱着米粒 但是他们不能永远在一起 他的生活会继续 米粒也可以开启自己的新生活 比如去找那个创造出路人甲的人 自己只是一封写给米粒的情书 米粒这才意识到 自己不只是路人甲的梦中情人 也是键盘的梦中情人 他喜欢自己 才会写出这个程序 米粒迅速飞奔出去找到键盘 两人终于心意相通 紧紧拥抱在一起 失控玩家被很多人称为游戏版储门的事件 但他终究没有逃脱爆米花电影的本质 对内涵的探讨比较浅 在彩蛋上倒是毫不吝啬 整体观感还是很不错的 但也有存在一些争议 比如电影有很明确的反对暴力游戏的思想 连NPC都要争取人权 在游戏里施暴也要面对道德谴责 这在目前显然无法说服观众 你认为NPC需要拥有人权吗 换成人工智能又如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探讨